不叫把門關起來吧 我想我們都是台灣的民意代表 我們有危險性嗎 業務時間平常門是不是有關起來的 為什麼今天特別關起來 當著來陳情的北市議員面 直接把鐵門扣上 甚至一度拒絕 讓人入內 不然還是要收生 還是進S1級 過一下這個進駐檢測 我們踏進去我們自己的領土 我們自己的領土都沒辦法進去 很像難民一樣 我們拿自己的護罩 要跟自己的大使館 還給我幫我投入 面對藍營議員為了楊慧如網軍操作輿論 跨海飛來東京找謝長廷 駐日代表處顯然有備而來 不僅原定要舉行的 每月例行記者會無預警取消 一早10點更召開內部會議 會後通知記者不開了 11點起更晚至人員進出 從原本的大門敞開 變成等級暗鈴 駐日代表謝長廷更直接神移 事發至今 謝長廷只在3號晚間6點半PO文 沉默了36小時的結果 卻是切割再切割 一把推開子弟兵楊慧如 反問難道都歸他負責嗎 但只敢在臉收反槍 卻不敢面對鏡頭 或只會持續延燒 尤其之前大阪事件 謝長廷屢次發言 都讓爭議越演越烈 那大阪應該辦盜竊法 那大阪是屬於外交部 任命的吧 大阪沒有錯 輸出場沒有錯 那我指揮監督的人 怎麼會有錯呢 哪一件我要擔什麼 關係機場事件 謝長廷謝澤金句 都足以集結謝宇露 如今檢調認證子弟兵網軍帶風向 謝長廷 神隱切割再神隱 閃躲態度又犯眾怒 記得綜合報導